民眾帶著孩子來到潮州中山公園 想玩溜滑梯 卻發現現場暫時被封鎖 原因是因為遊戲設施上頭的原型玻璃窗 遭到民眾惡意破壞 潮州政公所為了顧及孩子們的遊戲安全 暫時停止開放 其實帶小朋友來玩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小朋友假如說又破壞他的話 真的家長又自主 對啊 沒有你看壞了 像我們今天小朋友要來玩就不能玩了 我覺得就很可惜這樣 其實大家出來玩要 就是要怎麼樣 愛護 有功德性這樣子 仿照賽神霞的溜滑梯 上桶的圓形玻璃窗具有保護作用 能避免孩子們在遊玩時摔傷 因此當初在設計時 又加強其堅固性 這次遭到破壞 判斷應該是成人所為 而並非孩子們在遊玩時不慎破壞 因此公所再三特別呼籲 希望民眾發揮功德心愛惜公務 要呼籲大家 因為政府花了一筆經費 這個是來自人民的納稅錢 那你必須要好好的愛惜使用 基本上小孩子是不可能把它破壞 你那個窗戶你把它弄壞了 就有可能會讓孩子不小心就掉下去 這個很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先圍起來先修復 那呼籲大家就是說 還是要有功德心 很多鄉親建議說你要裝置監視器 這個可以來研議 但是不能說花了一大筆錢 去做一個遊樂設施 再花一大筆錢來做監視器 這個真的呼籲大家愛惜我們的公共設施 潮州中山公園是民眾經常前往運動散步的休憩場域 每到上午時刻更是聚集許多孩子在遊戲區玩樂 公所再三呼籲 希望鄉親愛惜公共設施 不要隨意破壞 不要隨意亂撥垃圾 大家共同為維護場域盡心力 創造美好生活 接著是新婷 張志豪 採訪報導